接下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看到的是網紅孫安佐 他從美國返回台灣之後 多次登上台灣的媒體版面 經過一連串的風波 傳出還要現身成人平台 Swag來直播 而Swag平台也證實了這件事情 下週他將和陳怡同框 至於內容會如何呈現 目前還沒有討論 孫安佐近年來話題不斷 先是在美國念書時 涉及恐攻被遣返回台 要求終身不得再入境美國 接著又在泰國傳出呼馬闖民宅 近日又因為射擊槍炮 彈藥刀謝的管制條例 家中遭到搜索 昨天陳怡暗示下星期的直播 會邀請孫安佐出場 而平台也證實了 大家猜測的人選是對的 下週三將會看到孫安佐現身 但內容不確定 細節還要與孫安佐開會討論 未來是否會固定直播 也是個未知數 好接著看到的事情 藝人夏克莉和黃嘉謙的婚變官司 去年在影劇圈是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那在這期間 其實有不少藝人選邊站 不過夏克莉已經聲明 不會控告力挺黃嘉謙的狼祖雲 還有鬥志孔 但是旁邊這位女演員陳曼菲 她批評夏克莉的字句 已經達到辱罵而損害夏克莉的名譽 台北地檢署 今天依公然侮辱罪起訴陳曼菲 陳曼菲在2023年12月6號下午6點左右 用一名小曼開設的臉書粉磚等帳號 張貼一看就知道是廢物的爛人 被人養的狗 讓這條狗去安樂死吧 那隻加拿大約客下該處死等等字句 23號淩晨又再度發文 寫說你是會廢的動物 這一些夏克莉認為 自己不但被罵成狗 還受威脅要被處安樂死 提告妨害名譽和恐嚇等罪嫌 檢察官調查認為 把人說成是狗具有貶抑性 輕蔑性 足以使人對夏克莉產生負面印象 對名譽權的侵害不算少 已經超過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範圍 因此依勾然侮辱罪嫌起訴陳曼菲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羅東永和寺發生的一起意外 他們耗資了170萬元 用15噸的花崗石材打造新觀音神像 沒有想到這個觀音神像入措時 吊掛神像的布神卻意外的斷裂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大尊的神像 它是整個掉到地上 而且是結成了兩半 不過幸好是沒有人受傷 現在廟方已經決議 將重新向原工廠採購觀音神像 並且會看施工方來商議賠償事宜 巨大觀音像吊掛中 繩子突然斷裂 神像慘遭甩斷頭 這起神像的意外 近日發生在宜蘭羅東永和寺 去年廟管委會耗資170萬 向大陸工廠訂購這尊巨大觀音像 然而25日廠商吊掛神像 準備入措時布條竟突然斷裂 神像從高空砸落直接斷頭 因神像沉重 吊掛前廟方就建議不要用布條 但施工方為採納這個建議 結果造成這次意外 幸好神像沒有砸傷人 管委會也決議向原工廠再採購觀音神像 並和施工方商議賠償事宜 被稱為阿彌陀佛姐的62歲高姓女子 昨天晚間騎著腳踏車 被20歲的陳姓騎士追撞 導致她的左手骨折 全身多處擦傷送衣 而警方表示駕駛目前並無酒駕 詳細的肇事原因 內有待調查釐清 女子騎腳踏車上橋 遭後方騎士追撞 當場重衰受傷 而這名女子竟是阿彌陀佛姐 這起車禍發生在昨日晚間 這名被稱為阿彌陀佛姐的62歲高姓女子 騎著腳踏車 在永和區中正橋往台北方向上橋處 遭後方一名20歲成姓男騎士追撞 阿彌陀佛姐當場重衰 送往醫院組織 有民眾目睹車禍停下幫忙 才發現傷者是阿彌陀佛姐 而目擊者形容阿彌陀佛姐整個臉都是血 手腕脫臼疑似腦震蕩 全身都是擦傷 非常恐怖 警方確認 肇事成男並無酒駕 初判為成男為注意車前情況 詳細肇事原因 仍在調查釐清 持續關注社會消息 有網友在網路社群 PO出了一段行車記錄器 畫面中顯示在昨天下午 他開車行進台南市新營區 三明路信一街口的時候 有一名騎著單車的女童 突然從慢車道向左歸切亂颤 之後更是直接騎進了快車道 幸好有人激緊的發現了 否則就馬上要撞上了 而乾明女童發現闖禍之後 就加速騎走了 網友自己受到驚嚇之欲 也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安全 女童在慢車道騎著腳踏車 結果下一秒從右邊鬼切進來 車子嚇到極煞 差一點就撞個正招 這起驚險的事件發生在台南市新營區 網友在網路上PO出一段行車記錄器影片 就在昨天下午 網友開車行進三明路信一街口時 一名騎著腳踏車的女童 突然從慢車道向左軌切騎進快車道 幸好網友緊急刹車才沒有釀成事故 女童自己被嚇到還抖了一下 發現傳播後趕緊加速騎走 網友也受到不小的驚嚇 同時PO網提醒民眾要多加注意 有關影片中女性自行車騎士任意切換車道行為 已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 73條一項三回規定 本分局呼籲機慢車駕駛人行經路口時 應遵守交通規定 誤任意違規切換車道 並遵守停讓規定注意行車安全 哇最近天氣真的是實在是太熱了 小B也這樣覺得嗎 對啊我覺得熱到根本快融化了耶 沒錯一定要提醒大家 天氣太熱了一定要常常喝水喔 不然中暑可就不好了 入夏以來一直都是持續的高溫 全台紅通通的成了燒番薯 而中央氣象署也頻頻發布高溫警訊 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 那麼在昨天花蓮縣的新城鄉傳出了一起疑似中暑案 有一名郵差中午騎乘機車在外出送信的時候 疑似因為不耐烈日的高溫 當場連人帶車的倒地 一旁民眾見狀之後立刻協助將他送醫 索性郵差經過緊急搶救之後已經恢復意識了 目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 而詳細的病因仍有待進一步調查理清 昨天花蓮縣新城鄉傳出一起疑似中暑案 據了解當時正值中午烈日當中 一名陳姓郵差騎著機車行進新城鄉一處產業道路 附近全是農田沒有任何遮蔽物 城南騎車經過一處民宅時疑似因為中暑 突然倒地自摔失去意識 民眾見狀後立即報案求救 隨後救護人員將城南送至門諾醫院治療 索性目前已經恢復意識 正在加護病房觀察中 詳細病因還有待進一步理清 新城分局也呼籲 因為今日天氣炎熱 民眾用路時如有身體不適 請先至陰涼處休息 請勿勉強駕車以免發生危險 另外中央氣象署指出 今天是本週最熱的一天 各地都有高溫出現的機率 請民眾要多加注意 最近高溫真的是熱到不行 那不想要大家有沒有什麼防曬的小撇布呢 我自己有話是出門買午餐的話 一定要記得撐傘 不然回來就滿頭大汗就像洗澡洋 撐傘應該就是最方便的 不過呢如果當時你必須要做事情 沒有辦法用手拿傘的話 要怎麼辦呢 喔對好問題 對來跟大家說呢 就有人發現說在高雄的內維藝術中心的工作人員 他因為要掃地嘛 可是又因為在外面太熱了 所以呢他就把傘整個是頂在頭上的 哇齁 對他變成是一個披風遮陽傘 然後把整個頭都蓋住 完全看不到他的臉耶 對我剛才想說欸他怎麼有個大洋傘嗎 他是不是把衣服放在身上 防曬得非常縮密 那有人說這很像是布袋性裡面的藏鏡人的感覺 欸這是滿像的 對那其實大家經過之後看到這句 欸好像是一個滿聰明的做法欸 然後大家都說欸很想也要去做一個這個東西 對啊因為如果在戶外工作 還有是烈日高溫的話 最後還是做好防曬會比較好 對不過這個也要注意啦 因為感覺很容易會沒看到路啊 或怎麼樣的也是有一點危險的 不過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想法 也可以提供給大家 沒錯沒錯 最近天氣起來是太熱了 大家一定要做好這個防重暑的準備啦 好接下來呢讓我們來轉換焦點喔 看到的是由媒體近日指出 中國新華市的記者蔗 涉嫌呢參與台灣的政論節目製作 甚至在攝影棚旁釘燒 引放了外界的熱議 對此呢資深媒體人劉寶傑 也就在他的節目關鍵時刻裡上面激動的表示 如果他的節目上面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把我給抓走 甚至他還一度氣到自掌嘴巴 根據爆料 中國國台辦今年初陸續接觸了台灣數家電視台 最後只有一家電視台同意 並在國台辦的要求下置入特定主題 大多是批判民進黨政府試圖帶風向 而中國新華社駐台記者趙博 甚至親自參與議題 選定腳本製作 此消息一出引發各界的嘩然 也有立委指出 中國官媒派人參與台灣的政論節目製作 甚至在棚內丁燒 而對此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 在25日播出的節目中爆氣地表示 如果他的節目真的容許大陸記者丁燒 對節目內容說三道四 你明天就把我抓走 或是到晚上11點看到節目不高興 到我家把我抓走也可以 我一句話一個屁都不會放 劉寶傑之一有綠委聲稱 中國的首伸入政論節目 自己大概兩個多月前就知道了 如果兩個多月前就知道了 為何不早一點把他給抓出來呢 怎麼會等人走了一個多月才說出事情 要求民進黨給他一個交代 少在那邊影射 若有不實指控 我劉寶傑將會告到底